您好,我是昆仑刘实,您瞧啊,这八月节刚过呀,国庆节就来了,我在这儿啊,没别的,还是先祝您节日快乐,咱们这书馆啊,也得打开这过节的模式了,它怎么叫过节的模式啊,那就是啊,咱们开心书了,有好朋友肯定得问,说你这善不赢,讲完了吗? 哎,什么叫讲完,什么叫讲不完呢?这赢了的故事啊,肯定是讲的差不多了,再往后讲啊,就进到光绪年了,从光绪往后走得进到民国,解放以后,全员会,这个中国交啊,由胜至衰,包括呢,现在有很多门里人啊,把它又抄起来,哎,再发扬光大,每个阶段的故事啊,都少不了,可是我琢磨着,咱们这故事啊,就到这儿了, 从这光绪的后期啊,其人们开始自谋生路,这善不赢的日子啊,它也是不好过,那欠想啊,是惹定的,宫里的扑户啊,出了宫啊,就开了私交赏子了,首先说啊,就是这个晚八爷,晚八爷往下呢,又培养出什么沈三爷,宝三爷,这都是天桥地上啊,撂交的好手,并且呢,拿过民国的这个摔跤冠军,也拿过解放以后啊,全云会的摔跤冠军, 可是咱不能死的白裂的讲他们,为什么呀,离的年代太近,徒子徒孙们都还在,我哪句话又是讲诈了啊,以后什么地毯啊,牛街的交场啊,我还别串了,得嘞,咱们呀,闲言手续啊,还是开新书啊,咱们这回开的新书是什么内容啊, 这了解我的好朋友都知道,咱要说呀,咱就说那热闹的,这回咱们要说说呀,这发生在紫禁城内的宫廷一案,既然是紫禁城里发生的事儿嘛,那自然啊,就是有名有清,所以说呀,我决定,咱们捡拿手的热闹的说,先从清朝开始聊起, 其实啊,这清宫里的四大一案,在咱们的书馆里说的呀,那已经够不够的了,什么这个太后下嫁呀,顺治出嫁呀,什么雍正登记呀,光绪之死啊,这多多少少的呢,都在咱们前边的书里啊,聊到过,既然咱们单门了,开了这部书,要聊着宫廷一案啊,咱就把它分分类,怎么分类呀,哎,您听我说啊,您比如说吧,这个爸爸杀儿子的,咱们归为一类, 儿子杀爸爸的,咱们归为一类,这处置娘娘的,咱们归为一类,谋害皇上的,咱们再归为一类,您瞧哎,咱们这张成,他热闹吧,并且呢,咱们打破年线,按故事的逻辑性讲,不用非得呀,从努尔哈赤一直聊到宣童,得嘞,那咱们就开第一段书,就是这爸爸呀,他要杀儿子了,要说呀,这开场书啊,他不好说,这上来第一段啊,就得把这听众 听美了,得让他热闹,那咱们就捡一顿热闹的父子聊,谁呀,就是雍正啊,和红石,雍正啊,不用我多交代,全网聊青史的自媒体,跟您莫得的,早就啊,够不够的了,那咱们这重点啊,就得说说这红石,咱们都知道啊,这个乾隆皇帝,称呼红石啊,叫三哥,可他却是这雍正皇帝的四儿子, 有人说不对啊,我不熟悉历史,您管看那戏说乾隆去,也知道,这乾隆爷,他是四爷呀,您别急呀,您听我说呀,爱新觉罗印珍,也就是雍正皇帝啊,前边有两个儿子,但是呢,年纪不大呀,就都早伤了,在生红石之前啊,又生了一个儿子,可是这个儿子呀,刚生起来就夭折了, 这满人呀,他有规矩呀,未出满月,不足续耻,也就说这孩子呀,就当没生过,所以生了红石以后,这红石啊,就排行再三,可是没过多久,印珍这长子次子,也都早亡了,所以啊,这红石,在名义上,虽然是老三,实际上啊,就是印珍的长子,红石的生母,出生八旗汉军,呃,是旗妃李氏,红石是二十三岁死的, 死的时候啊,已然结婚了,并且呀,还有了个儿子,敌附近呢,董乐氏,侧附近呢,一个姓钟,一个姓田,这个儿子永生呢,是他的侧附近中世所生,这么说起来,这红石的命啊,那可是不错,生起来啊,他是老三,不是嫡子,也不是长子,可是他架不住,在他前边的阿哥们都过早的尿息了,所以说嘞,慢慢熬着吧,现在啊, 自个儿的爸爸呀,是雍亲王,这雍亲王世子啊,按照大清朝的这规矩,和这个满洲人的加法,那惹定就是这红石,可要说呀,这出事儿,也就是出在这世子的绝号上了,这古今一礼啊,哥谁身上都一样,自个儿的这个前途啊,要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, 那这人呢,就容易放纵,哎,即便说他有自律,不放纵,那也容易放松,这人,要是一放纵了吧,哎,很可能就要出事儿,这雍亲王印珍呢,给这个儿子呀,就只有八个字的考语,叫性情放纵,行事不紧,这最初的时候,这王爷还真没过多的责备自己这个大儿子, 为什么呀,因为他知道啊,自己这老三啊,从小受的启蒙教育不好,这句话从何说起呢,因为这红石啊,幼石的启蒙老师,是这个印针香白旗下的旗下鼠人,叫做何清,这孙子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,就是如何出府为官,想方设法的巴结好了王爷福尽,跟福利上下都搞好关系,所以啊,这小二个的学业, 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,等到过了五年以后啊,这雍亲王才有所察觉,发现这个何清这人品上啊,问题太大,于是啊,就申吃了他,并且把他呀,逐出了王府,这王爷心里想啊,这亡羊补牢可能还不晚,可是终归啊,还是晚了,无论是植树还是育人,这根基不牢啊,那后来是很难弥补的,每当这雍亲王想起这件事情了呀,也都暗自的骂何清, 怨他呀,把二个的功课呀,全给耽误了,所以一直到成年以后啊,这红石,比起比自己小七岁的弟弟红利来说呀,无论是学识学问,和对朝政时局的见解上啊,都差的太多,这王爷看儿子呀,倒都是判好,这雍亲王啊就想了,哎,指不定哪天啊,我这儿子发愤图强,哎,就好起来了, 这不该着干着吗,事啊,就出在康熙五十九年,那天啊,这雍王爷散了朝之后啊,气哼哼的,就回到了自己的雍和宫,哎,那会儿啊,还叫雍亲王府,凡人不理,直接啊,就进了银安殿,这屁股啊,刚挨上椅子,就一声大吼,去,赶紧,把红石给我找来,红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, 听到这个下人啊,说着王爷找他呀,急急忙忙,就从书房跑到了银安殿,刚要给父亲行礼,谁想这会儿啊,自个儿的爸爸站起来,对着胸脯子上的就是一脚,红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,跪在地下,这磕头啊,如鸡奔碎米,这心里委屈,嘴上不能说,只能一个劲的说呀,阿玛息怒,阿玛息怒,王爷指着阿哥的鼻子呀,张嘴就骂,你这个小子呀,就不给我争气,咱们大清国, 到我这辈儿,皇上的亲儿子,被封为亲王的,只有三个人,就在今天,这皇上的旨意下来了,你三大爷,成亲王印旨,长子洪盛,你武叔,横亲王印旗,长子洪盛,都被你皇爷爷册封为了王爵世子,这三个亲王里啊,只有我的长子没被册封,你说爸爸我这脸忘哪哥,哎,这打也打了,骂也骂了,可是总而言之,在康熙一朝的时候, 这红十,任何爵位都没有得到,康熙五十九年,红十没有册封为世子这件事情啊,算是这孩子的倒霉棋手,自此以后啊,这三二个红十的命,就再也没有翻了身,不过呢,这说说至此啊,咱们这得打注意一下,咱们得分析分析,这红十,封世子这件事情, 康熙五十九年啊,那年这红十啊,已经十七岁了,按照这大清朝廷的祖宗家法啊,皇室十五岁便可以受决,应该说啊,这红十是完全有资格,被受封为雍亲王世子,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疑点,有人说是不是因为这红十,他不是印真的嫡子啊, 这个说法啊,他也站不住脚,因为这五王爷印齐的儿子啊,红生,他也是侧附近生的,并且啊,这印齐啊,根本就没有嫡子,这五王爷的嫡附近呢,就没给他生过儿子,这又是其中的一个疑点,那么是不是在康熙五十九年,这红十的行为不紧呢,已经出路端倪了呢? 所以说啊,这康熙皇帝啊,才不给他封决,要让我说啊,也不可能,您想啊,那雍亲王是谁啊,这印真啊,粘上毛,比猴还精,扒了毛啊,猴都没他精,在前底之时啊,这四王家,精于算计啊,城府颇深,要是那会儿,这红十就行为不紧呢,这王爷肯定比皇上先知道,这种给自个儿减分的事,这雍亲王才不会干呢, 他早就啊,把这红十,令则府邸,和他呀,分别居住了,按照这清皇室的规矩啊,这也是给朝廷一个信号,我呀,不打算与这个儿子,为世子了,您瞧,既然这印真都没这么办呢,那证明这红十当年啊,也就是庸禄,并没有什么行为上的不端,哎,那问题就来了,他儼然了嘛,这红十在康熙年啊,就没有任何的风角,可说嘞,这是为什么呢? 其实啊,秃子脑袋上的狮子,明摆着,这最大的可能性啊,就是这红十,在当年,已经被策略为了雍亲王世子,乾隆年间,他的亲弟弟高宗皇帝弘历,把这些个记录,从官书史料当中,删去不提了,既然是谜案嘛,咱们就不可能啊,一句话两句话,把它交代清楚了, 要知后事如何,咱们是明天,接着聊